还没到怎么就停车了 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昨天晚上呢 我也想了很多 咱俩人 不管以前怎么吵吵闹闹 毕竟现在有了孩子 我们都要为人父母了 我承认 我以前不是个好丈夫 但我希望我自己能做个好父亲 跟你一起吧 一起迎接我们的孩子 以后我的脾气 也会改一改的 我跟张阿姨谈完一会儿我就回家了 回头 我让公司的小贾接你 我公司还有点事 就接不了你了 好 那走了 好 游总 走 游总早 游总早 好 游总早 你走 游总早 对不起 我不该对你发火 我保证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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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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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顿饭 你要跟你回家啊 回家我给你做马杀鸡啊 你看你飞了一天 一定很累吧 马文杀鸡 我唱歌给你听啊 情帅坏啊 那我清唱吧 你看你这两天没回家 我脸都长包了 包嘉明 你长大了行不行啊 你以为自己还是 刚刚从安徽出来的 小屁孩啊 可是只有小屁孩脸上 才会长包啊 至少我内心很年轻嘛 可是我已经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紧跟我的步伐 要不然我不给你好了 不不不不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那么年轻 嘟嘟 我求求你了 你跟我回去吧 只要你跟我回去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啊 这样 你给我买个新包包 我就给你回去 行啊 真的 真的 你说的 我说的 拉钩 我说你是小屁孩吧 方方 我现在回家住了 我不住在医院了 因为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什么呀 你赶紧说吧 别掉我胃口啊 我告诉你 我怀孕了 真的 大家伙都停一下 停一下 我有一个特大喜讯要告诉大家 什么呀 什么呀 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感谢老天 感谢老天 你这么热闹啊 刘总 不好意思 我想尽用一下 你的秘书用一下 好吧 喝长时间你们随便吧 我要请客 我请大家喝下午茶 担打奶茶 每人一份 怎么样 好 好 什么好事啊 让我先喝口水 喝口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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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 刘总 刘总 来来来 刘总 还有我事 刘总 请允许我代表 您的太太与小强 向大家伙宣布一件 擎天霹雳的好事情 好不好 好不好嘛 擎天霹雳 什么词这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用词不到 用词不到 不过我觉得 好事情一定要拿出来 跟大家伙分享的 大家伙说对吧 真的呀 是呀 王高姐快说呀 我们的刘大总经理 马上要当爸爸了 好 王高 好 王高 说好了我要请客的 来来来 来 把这个拿过去 全买了啊 不行 刘总的大喜上 应该刘总请客 对不对啊 对 刘总请客 把钱包拿去 想买什么 好不好 好 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好啊 女孩也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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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生还是余额不足 我跟你商量件事啊 我们分两笔刷行不行啊 就这张卡你先刷三千啊 剩下的呢 你就在这张卡里刷 如果这张卡还是不行呢 我这儿还有一张卡 咱们就分三笔刷 好吧 我们店里有规定不行 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做生意嘛 对吧 你就当我买了三个包加起来 总的金额跟这个包一样 不就好了吗 你脑筋能不能灵活一点 我感 我不要了 走吧 怎么了 颜色不好看我不喜欢 回家 我在刷卡啊 回家呀 快点 你干嘛呀 回家 那包你不买了 我不喜欢 不是 那颜色不是挺好看的吗 要不这样吧 等我下午月发了工资 我就给你买 好吧 回家 快点 刺不刺激 好不好玩啊 哎呀 这个婚外恋哦 就像是放鞭炮一样 之前呢 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可到后来啊 就使剩下一地的残花败柳 任人家在上面踩啊 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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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小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啊 跟我说 哎呀 芳芳你知道吗 我们家老刘现在对我不要太好啊 我现在提什么要求 我们家老刘都会满足我的 哎呦 你看看人家夫妻多很爱 多好呀 你讲够了吗 哎呀 我这就想告诉某些人啊 不要趁着人家刘太太在家里边 安心地养胎 就在这儿一上班 往人家刘总的办公桌上 去放什么心意卡 人家刘总啊 现在没有心思去理这些东西的啊 人家满脑子都是在想 怎么样去农村 给老婆弄点土鸡啊 土鸡蛋什么的 好好地补一补 什么心意卡呀 人家看都不要看的 恶心死人了 诗相点就赶紧给我走人 办公室的不伦恋情就是 你变成破街老鼠 人人喊打 好香啊 炖的什么汤啊 土鸡汤 我都熬了半天了 待会儿啊 把上面的油撇掉 盛一碗出来 光要下班 这个点堵车 一时半刻到不了家 我怕小强饿了 你赶紧端一碗上去 好地 好地 谢谢 冯芳姐 好了没有 快点 快点走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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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啊 老刘 老刘 хотите问我她倒在家 seasons 啊 拜托 爷子 你之前先相信什么 就这 这是你 坦粉 坦荤说的都只是真的 真的 我太太匀了 我太太怀孕了 但人生好 很好 我就相信我 你也幸先换你 走吧 你就不 你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方芳姐 晚上吃什么呀 我也不晓得呀 现在我跟你说 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 风好大 要不我们去逛街吧 逛街啊 逛哪里 我好久没有刚赶贵了 你就陪陪我吧 方芳姐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吧 我得先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电话咧 都是你呢 催我催得要命 我电话都忘到上面了 你在这里等我啊 我去拿一下 等我啊 好 现实确实很残酷 我希望我们能够 平心静气地接受 接受什么 在孩子和你之间 我没有选择 还有呢 在公司和你之间 我也没有选择 接着说 就这些 你是不是还希望 你是不是还希望 我不仅接受 于小强已经搬回家的现实 还能主动 打一份辞职报告 离开公司啊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你能好过点 是吗 对不起啊 是我的手机 他应该全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了 对不起啊 反正 我马上就要离开公司 离开你的生活 不是吗 就这样 怕了 我怕的是生活 现实太可怕了 现实太可怕了 你看 你看 我要是不把这对狗男女的事 给揭露出来 于小强该活得多憋屈啊 现在被我这么一折腾 以后蓝星就再也不敢欺负小强了 大家 请请大家安定 这也就是一刻小小的事物 大家 这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于小强呢 这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于小强呢 他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特别高兴 我这是大大的替他出了一口恶气 你真不知道 刘国阳那个人有多可恶 那天 他还装模作样想要教训我 结果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你怎么骂的 我是这么说的 今天 我是来替天行道的 我要让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感到羞愧 我要让你的朋友 让你的同事知道 你的真面目 让他们知道你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妻子 有多么的不负责任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那天刘光耀还问过你 是不是于小强指示你这么干呀 你说他怎么能把自己老婆想成这样呢 余小强多好一人啊 不过也奇怪啊 余小强明明知道刘光耀是个混蛋 为什么又搬回去住了呢 跟这种人住在一块儿 多委屈啊 人家的家事你那么操心干什么呀 你跟刘光耀有仇啊 你要是知道 那天他在派出所 怎么跟警察撒谎的 你就不会这么说 派出所 你去派出所干吗 我那天帮着小强捉奸 他们就报警了 你帮着小强捉奸 这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还有什么事没搞我 没了 真没了 真没了 这不是我的钱 这么多钱啊 胖家明你背着我藏私房钱是不是 白天刷卡刷不出来 你跟我演苦情戏呢 想让我可怜你是不是 不是 这钱是余小强的 余小强的钱 怎么都在你这儿啊 我本来要还给他 结果他不是搬回去了吗 我就没来得及给他 他干吗要给你钱啊 不是他给我钱啊 是他爸给他的 他爸给他的钱 为什么在你手里呢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现在 马上把它给花了啊 你把这钱花了 我给你积啊 你跟我说话呢 对不起 你现在为了别的女人 跟我说对不起 这哪儿跟哪儿啊 什么哪儿跟哪儿啊 余小强的钱你怎么能花呢 怎么又是余小强呀 我从进屋开始 你就不停地跟我叨叨 余小强余小强余小强 那冰箱上的贴纸 是他写给你的吧 卫生间里的牙线 还有漱口水 是他买给你的吧 他爸给他的钱 还得紧你的手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睡错床了没关系 你怎么还在怀疑我跟他呢 我不是都跟你解释了吗 我不相信 起开 嘟嘟 别跟你来 睡沙发 烟我给吃 妈 你别楼上楼下的 跑来跑去的了 我这嘴一直都没停过 我再这么吃下去 我都怕将来生不动了 要吃 这可是妈特地啊 在京东网上给你订的呀 你会网够了 光耀教我的呀 为了孙子 我什么都愿意学 对了 另外啊 那个育儿讲座呀 我订了两个位置 可是呢光耀没空 我陪你去 太早了 我不正在看书嘛 不需要 还有我们那个年代 生孩子不需要啊 你们现在这个年头 不流行这个嘛 大家呀都是跟着潮流走 我们家于小强能输别人呢 再说了 多听听有意无害嘛 更何况钱也交了不能退呀 给你尝一口 你吃你吃 你吃 去吧 同意 乖 我们今天讲课内容呢 最主要是了解一下 产前检查的项目意义 那么我们在整个产前检查当中呢 我们要做好多次产前检查 那么其中呢有一项就是做要鼻操 鼻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 宝宝在宫内的发育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鼻操呢 筛查一些大的畸形 包括无脑儿 脑积水 吐尘 恶劣等一些大的畸形 那了解一下 宝宝在宫内的一些情况 包括养水啊 期待的情况 那么我们一些大的畸形 是可以筛查出来的 但是一些小的畸形呢 是没法筛查的 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 另外呢你们到36周以后呢 要做胎心肩负 胎心肩负的目的呢 最主要是看一下 宝宝在你宫内的发育情况 有没有宫内缺氧 宫内窘迫的这个情况 那么小孩如果有异常的话 那么医生也会给你 做出及时的处理 另外的话我们下面了解一下 就是除了那个 我们在产科门诊 检查这些项目以外呢 我们在家里自己要学会 怎么样对自己 做一个自我的肩负 那么我们在家里 要了解哪些情况呢 一个呢 你每次可以 要出去打个电话 看看你体重的长棒情况 是不是体重增加太快了 或者体重反而减轻了 或者体重在一段时间里面 没有大的变化 那么另外呢 要看一下这些小腿 喂佳明 你找我有事啊 见面 在哪儿啊 也行 我正好找你也有事 好 拜拜 医生啊 我这两天小腿一直抽筋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是因为你怀疑以后呢 是因为两个人 需要营养物质 那么你对盖的需要来 也增加了 有小腿抽筋的现象是正常的 你也不用太紧张 所以呢你在平时 在饮食方面呢 要注意吃一些 涵盖丰富的食物 比如鱼虾啊 绿叶蔬菜啊这些东西 都可以吃 讲完了 客间休息 还要多久啊 怎么 你有事啊 没什么事 有一个朋友找我 意思是说 这堂课你不想听啊 不 我听他讲完嘛 反正一会儿就完了 没事 你要真有事 你就去吧 我帮你寄 那我先走了 去 那我先走了 去 如果你的收缩压 增加超过了 三十毫米 收缩压增加超过了 十毫米并度 那么你就是一个 认识高血压了 那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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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去 自己的 一家 我先走了 你找谁啊 我找包江明 你是谁啊 我叫蓝欣 住他对门 你就是那个蓝欣啊 你就是那个空姐吧 你知道我 他在吗 他不在 你找到什么事 他不在 那就改天再说吧 打扰了 什么意思啊 这个 是吗 陪我呢 佳明 我说了 谢谢啊 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这个 什么意思 你爸走的那天让我转交给你的 我爸让你转交给我的 他说要是直接交给你 你肯定不会受的 所以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 拜托给我了 我爸让你给我钱 你不信你打电话问他 不信 你走的第二天啊 我就去你单位找你了 结果就看见老刘和他妈 把你接走了 我回家了 回家好 当然有点啊 你必须让老刘跟你认错 而且得白纸黑字地写下来 检讨书 你还得让他发誓 越读越好 他肯定不会写的 就为你自己好 我知道 都都呢 我昨天去找他了 然后耍了一点小花招 他回来了 那当然了 他能去哪儿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几天我心里 都都嘛 女孩子 你就多哄哄他 他不喜欢惊喜吗 你就多给他点惊喜 大姐 你说这生活吧 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的 哪儿还那么多惊喜 累不累啊 你这话说得 感觉你比我都老 现在我是需要平淡的 你还年轻 你应该过一点 有激情的生活 这样生活才会因为 你的创作而共济于光彩 大姐 没想到您的内心 还挺浪漫的啊 是 因为我热爱生活 因为我热爱生活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我有点冒昧 我就是特别好奇 你找我们家包家鸣干什么呀 那你能先告诉我 你好奇什么吗 我一下也不知道怎么说 嘟嘟 你看啊 这个 是报家鸣 这个 是你 这个是刘光耀 这个是我 那那张呢 你好奇的就是这张吧 就是他吧 与小强 你是不是怀疑这张牌 和这张牌的关系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要找报家明 好奇的棋子 上面一个大 下面一个可 本来就是大可不必的事 除非你自己已经看出了什么端倪 好 我这话跟你说吧 我就是觉得 报家明对于小强做的事 有点过 岂止是有点过呀 简直是不可原谅 那我也实话跟你说吧 我就是想问问他 我跟报家明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他为什么这么多多 逼人纠缠不清 我不欠他的 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说一个男人 什么可以让他这样不顾一切 反正据我对报家明的了解 他不会为了钱干这种事的 不为了钱 为了人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事 好 我怀孕了 真的 傻子 现在怎么看得出来 要十月怀胎 所以我回家了 你为了孩子就可以原谅他了 我不想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爸 他有点爸的样子嘛 现在特别有 那我可以跟你商量个事吗 又什么事啊 我可以当孩子他干爸吗 干爸 我怎么感觉都是年龄很大的人 你说的那个叫干爹 我肯定没意见 但是他奶奶肯定不同意 他奶奶挺厉害的 关他奶奶什么事 我当的又不是干爷爷 不是 当干爸有什么好啊 你这又不懂了 每一个男人真正的成熟 就是在他当爸的那一刻 对啊 那你应该先当爸 才能当干爸吧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是要先当干爸 再当爸 干爸 我上次跟嘉明闹翻 就是因为看见 他睡在了于小强的房间里 那他怎么解释 他们俩都说是因为喝多了 睡错了床 我看见了就说是喝多了 睡错了床 那我没看见的时候 他们俩在干嘛 我就奇了怪了 自从于小强搬到我们家 报嘉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我大呼小叫 我以前就是图他一诚实 善良 百依百顺 可是现在呢 现在 于小强怀孕了 反正刘光耀跟我说 他和于小强已经分居很久了 而且他们一直想要孩子 七年了都没要到 怎么一搬进你家 于小强就怀孕了呢 你的意思是说 那孩子是报嘉明的 那他为什么要搬回去啊 于小强当然没有那么轻易 就能放过刘光耀呀 把孩子生在刘江 他真的ру得欲 你ее Linda 你也想知道 他们 9万 rubson 这音乐 还能提供它 你变要我 这音乐 原本我觉得 对ningar 我这么说 我的孩子 Sara, whatever we'll be, we'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Sara, Sara, what we'll be, we'll be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Is what she said to me Sara, Sara, whatever we'll be, we'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K, Sara, Sara, what we'll be, will be What we'll be, we'll be 爸 爸 妈 怎么了你 这外面都黑着灯 您这一人躺着 想事 想事 想什么呀 有些事不想吧 没事 一钻进牛角尖出不来呀 越想越别扭 那你跟我说说 没什么事 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 我就听到老刘在说 在孩子和你之间 我没有选择 在公司和你之间 我更没有选择 你知道蓝芯怎么说吗 她说 你是不是 希望我不仅要接受 于小强搬回家的现实 还最好能希望我自己 写一封辞职信 然后离开公司 对吗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呢 真的是大败人心呢 小三彻彻底地被打败了 老刘都说了 不让我听得挑不理解 于小强 什么意思嘛 有了孩子就不要闺蜜了是吧 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话说回来啊 这件事情呢 能有这么大的转折点 除了要感谢你一个 争气的肚子以外 你还要感谢一个人 谁啊 包家明啊 为什么呀 要不是他去大闹了 我们公司的发布会 这个老刘和蓝芯 怎么可能翻脸啊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包家明大闹发布会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的啊 我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啊 你不上网 不上微博啊 这件事情都已经炸锅了 自打那次打开电脑 看见老刘和蓝芯的照片 我现在就不愿意碰电脑 你快说吧你 你那个U盘上面 不是有那个蓝芯和老刘的 三点沙滩照吗 包家明为了给你出气 他就用那个照片啊 代替了我们公司 这次发布会的新Logo 当时那个场面呢 我不说你应该知道的了 我的U盘落在他们家了 如此遗忘 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 效果极佳的 小三嘴脸暴露 包家明拔刀相处 老刘心回忆转 简直就是一箭三雕呢 这件事情啊 你可要好好地去谢谢包家明 包家明都是为了你好呢 我也奇怪了 他为什么可以为了你 可以奋不顾身地 去冲锋陷阵呢 我帮你说什么 回家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对呀 凭什么呀 请问您找谁 不好意思 我找于小强 哦 他不在家 我进去等他可以吗 好吧 那请进 谢谢啊 姑娘请 有客人呢 妈 找小强呢 请坐 坐 喝杯水啊 不用了 好 爸 那您陪姑娘坐会儿 我楼上还有点事 你忙你的吧 嗯 我陪着呢 那睡陪了啊 这么晚来找我们家小强 有急事啊 嗯 姑娘叫什么名字 叫我嘟嘟吧 哦 好听啊 你怎么认识小强的 准确地说 我不认识他 是我男朋友认识他 你男朋友是谁啊 做什么 我先来你 还好 我一人 有問題 他只会 这么晚跑到家里了 嘉宾告诉你我的地址的吗 少和我绕圈子 蓝芯给我的地址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 怕了 我不跟他在一块 怎么能知道你们这么多破事啊 蓝芯你冷静一下 你这么晚跑到家里来 总该事先打个电话吧 对你我还需要打电话吗 对你我还需要礼节吗 有什么话好好说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能给你解释清楚 好 你跟报家明什么关系 我把他当弟弟看的 弟弟 你骗谁啊 你要是喜欢报家明 我可以拱手相让 可是你不能骗我 你更不能骗你婆婆和你老公吧 你婆婆和你老公 还不知道你们俩已经睡一块了吧 你在这儿装什么呀 都都那件事情 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是喝多了睡错 睡错还是爱错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余小强 我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就是在这个书房吧 报家明来给你修电脑 打从那天开始 你们俩就已经 bouhh 我都在睡不久 我给你帮你智一帮 Peu 我给你携带走 那你把费落了 我给你选择 我给你打三个看 就能送到可以 你交给我的 我给你打败了 就行 那是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